昨天晚上在这个废弃的房子里面住了一晚上 还挺暖和的 有房子住吹不到风 等会把东西收拾一下 就出发了 还有这个房顶 很危险的 那边的话不能搭 不能掉下来了 等会要把这个东西搬到外面去装车吧 这边也装不了车 好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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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装车收拾好,已经11点钟了 今天没有刮风啊 天气暖和 估计白天有个两三度吧 晚上也不是太冷了 这个斧头的话,我就放在包里面了 因为在城市里面来了 放外面的话,感觉也不太好 就放在包里面,别人也看不到 出发咯 打着车 刚出发一公里,就是乡镇 这边买东西吃饭都挺方便的 这边买东西吃饭都挺方便的 可以看到一家半碗炮 还有 碗半,就是半面炮帐 还有牛肉面 回住人开的 8块钱牛肉面 大厨 又来一次 热帐 和牛肉面 在大厨 最与冰箱子 二十净 پ来自然 怎么办? 是吗? 你是那个 你是那个 你是不是那个 你是不是那个 你是不是 这边牛肉面是真的推荐的 一个字总结,好吃 比那种高海拔地球煮的面要好吃 这边不用高,要过来 这边是什么 等会儿去取下快递 这个叫平安区 海东市的平安区 这边离海东市30公里 今天要穿过海东市 这一排过来建了很多别墅 然后还有这一栋一栋的 这种的话,应该是商业用的 好像浪尾了 其实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郊区 我感觉看 也是可以露营的 如果去城市找什么公园呢 那露营我感觉不太好 人太多了 是不是? 一人来问候你两句 那也不太好 这郊区也可以搭帐篷 哎呦,我都有点恐惧了 这样过去 数了一下红绿灯 18个红绿灯,我这个天哪 看一下这边的山 它不是那种高原的那种石头山 它是一些泥巴山,长了很多植被 这个植被的话,它也不是黄色的 偏灰色的吧 看一下 终于到这个快递点了 在这个 平安区的 这个城市中心 哎呦 圆通树地 就这里 看一下这是什么 鼠药投放点 哎呦,这是老鼠药啊 快递已经取到了 反正是免费的 快递去了 离开这里了 不用买任何东西啊 直接30公里到 海东市 接在这里吧,开一下箱 这啥 上海葱油 拌面拌菜 葱油 葱油 这个呢 成都红油 红油辣子 黄门炒鸡 哎 辣椒炒肉 这不就是菜市场那种 调好的调料吗 麻辣浓汤 火锅料 拌菜拌面 拌出成都 本来的话我是骑行的嘛 那商家非得说我是一个做菜的 居然还有自行车道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的 直接去海东市了 30公里 穿过去,穿过市区 明天的话基本上可以到南州了 也是好久没有去甘肃了 上次去甘肃还是走河去走南的时候 还有卖狗肉的 有没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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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